好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上半场的第4场的对决了 是由来自缅甸赛区的Impunity对阵的 刚才登场过来自拉美赛区的ISG 其实这场比赛刚才评论区也说了是一场焦点之战 为什么是焦点 因为事关ISG能否进气 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中ISG没有拿下对手 然后在之后的泰国HD的那一场 他们打Fulton的那一局 如果说泰国HD再拿下来 也就意味着ISG丧失了争夺第5名的一个机会 因为他们的理论最高积分就有4分 而现在的我们看到的HD已经到达了5分了 是的 所以这场比赛确实非常重要 但是从实力上来说 我觉得ISG有点难打这个Impunity 对 他们今天的一个状态确实是不大好 因为今天第一场的一个表现的话 是被对手压着打 他们选出来那套尹阁加上莫拉的双poke阵容 有可能是因为莫拉想要一选那般 不想让对面拿 然后自己拿来之后 使用出来的效果并不好 反而还遭到了一些针对 整个阵容就成了一个防守的趋势 第一局的话也是没有太多主动的节奏 这个对于他们来讲 我们当时也看到他们那场输了之后 也是非常的懊恼 我一直觉得在他们的一个规划当中 那一场是必拿的 打中东级北非赛区的ST 但是很可惜 他没有拿到那个关键的积分 我们也刚才从采访中得知了 他们的竞争对手 泰国HD 在得知他们那一场没有拿下来之后 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刚才进行的那一场 可能对ISG而言是最容易打的了 其实机会今天都是留给了这些 在比较接近第五名的队伍手中 都留给了他们 但是能够把握住的 目前来看确实是太过HD 现在的话 对于拉美的ISG来讲 他们就是一场没有办法输的比赛 他们后续的比赛都没有办法输 输了之后就没有办法进行效果赛 其实对于ISG这支队伍 他们来自拉美 然后我们看到他们的教练 其实对教练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我记得他们在拿到首胜的时候 教练是冲上了舞台 然后亲吻了自己的选手 同时还拿出手机 在记录这一美好的时刻 非常的热血 非常的激情澎湃的一支队伍 但是现在我感觉 他们已经遭受到了一些小的阴霾 同时接下来面临的对手 比较的强大 我感觉从他们的神情上 也可以看出他们 显然没有曾经那么快乐了 表面上的话 还是有一些忧虑在身上的 他们现在压力肯定是蛮大的 对手又是强敌 impunity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的对手 都并非百分之百的完美 他们也会有破绽 关键是看在这场比赛当中 ISG能不能够从 impunity的手中找到那些破绽 同时大力的去攻打对手的一个短板 这个是很关键的 对于选手们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我们先看一下班选 这个班位上赞尼尔和组卡全部放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impunity可以选择先拿一个赞尼尔 对吧 因为赞尼尔配组卡可以 配劲也可以 配弓奔武藏也可以 今天的这个BP当中 放出赞尼尔次数还算多 有一局是放出来没人玩 感觉就是每一天的BP的侧重点都在变 感觉impunity这也是针对到了 Wingy这名选手 他比较喜欢玩卡分尼 所以上来就把卡分尼单独放上了单位 ISG则是选择了 拆掉了足卡加上赞尼尔组合 那你拆我足卡加赞尼尔 我拆你史莱姆斯加牙呀 对这都是一个互拆 但是这个互拆过程中 我们看到impunity的阵容选择 目前看来伤害量上 应该不是特别的高 只剩下一个野核对吧 说不定也是站边没有出 那这样的话阵容里面可能是个双核这样 中单的话可能还是去打一个正常的工具人 反正赞尼尔这英雄能摇摆 他也可以摇摆到游走位置 对但这把因为已经选了牙牙 所以这个位置就没有办法摇摆了 对那就是在边野之间摇摆 ISG的话选择三楼出安纳伊特 配合史莱姆斯 那这样可以变相增加一下史莱姆斯 在对线期的这种强度 而且其实对史莱姆斯也是种保护 因为安奈特的大招 特别克制那些进场型的英雄 同时像赞尼尔这种配合着 自己家的另外一个进场核心 冲进来的时候 是给到了史莱姆斯 能够去操作的一个余地的 那就很期待了 impunity这里会选择什么样的打 因为他们的打野林峰昨天的比赛当中 还有拿出来过药这种欲求 所以他英雄池应该是不用担心 再加上这个版本的野核也特别多 即便ISG在这里搬掉了莫拉 然后他还有很多 像星葵啊 像晋啊 包括他之前水墨的药啊 都可以 对 先拿个菲类 吻一下自己的上半区 也算是保证了一个团队的开团点和坦克属性 而impunity呢 拿出了星葵 星葵可以暂停啊 再加一个莉莲安 那就是一个双刺客爆发啊 对的 但是这样找到双刺客爆发的话 这套阵容啊 我觉得 进场其实也就一套嘛 我们深刻的知道 像这种进场型的作战方式 其实就是一套爆发 要把你的C位给冲掉 能冲掉的话呢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团战的 百分之六七十的任务了 那我来看一下 ISG最后一楼选择布置火舞 其实布置火舞挺克星葵的 就星葵进场那一套 你得把强化普攻打出来 一技能释放的那个过程当中 火舞一旦把你踢飞 那你大招没有第一时间交出来 很有可能你大招只能用作撤离 或者说呢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星葵就已经阵亡了 是的 星葵也比较怕这种高爆发的英雄 来限制自己的输出 毕竟星葵当地局那套打出来 确实是需要他的强化普攻 去做支撑 伤害量才会够嘛 对 但你再打强化普攻 是需要时间的嘛 是的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曾经我们有个老理解 就是蓝进场 最怕谁呀 最怕火舞对吧 蓝进来冲进来之后 火舞一个大招把你带走 一脚进踢飞 再接一个滑碟扇 你基本就要没了 所以会有这种操作出现啊 莉莉安打火舞 挺早见的 嗯 基本上都是莉莉安打一格 嗯 在这几天出现的场次 会比较多一点 两个法刺之间的对抗和竞争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目前就是我们这边 我们火火最 不说最强吧 就是比较火热的法刺 火舞对抗到新英雄当中 炙手可热的莉莉安 他们两个之间看 能不能摩擦出什么火花 不好说 我就看先手吧 他们主要不会真正的单挑吧 对 我觉得这种画面 在比赛当中应该很少出现 嗯 主要都是大家目的都很明确 就是打你家射手啊 对不对 嗯 是的 大家都会去游走啊 可能会碰撞一些小规模的团战嘛 但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打起来的话 莉莉安还是有优势 因为莉莉安他只要不出别的鞋子 做一双任性型 那不如火舞那套技能 应该是伤害打不全的 嗯 因为莉莉安大招无法选中 可以规避一下火舞的伤害 一旦火舞的一段伤害被躲了 那火舞这里就很难做到秒掉莉莉安 嗯 就是从机智的和这个战场性能的 一个全面上而言 我觉得莉莉安确实是 比火舞要再占优一些 而且呢 他这个英雄在后期变成 弧形态加80的双抗 然后从弧形态变成人形态呢 又加240点的法强 这是他的优势 对 火舞呢 他不能变身 只能在那儿丢扇子 所以说呢 显得火舞呢 有点有些小可怜 火舞说我能解你的魔抗 对 然后我的大招能阻止你的进场 我能解你的攻击力 对吧 他大招 火舞的大招 如果是踢到了一些物理型的设施 物理伤害型的设施啊 是可以减掉你的一些攻击力的 所以双方的每个点位呢 各有所长 关键是要看 五个人啊 能否打出化学反应 然后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连招 然后去扩张自己团队的优势 这场比赛非常非常的关键 事关ISG的晋级 那么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 蓝色方是来自缅甸赛区的 Impunity 而红色方是来自拉美赛区的ISG 大家好我是本场解说紫林 我是本场解说潇洒 中路辅助都过来帮忙抢线 但是莱姆斯看一下 他没有帮打野 来中路丢了一标之后 就回下线了 抢线方面 安奈特他的一技能是具备一个消耗能力的 所以说清线方面可能要稍微的快一点 我看到现在的这个实时积分 积分排行榜啊 第五第六名要咬得很紧 但是FX战队虽然说在今天的上半场没有出场 但是他还是保留了一些晋级的可能性 只不过在今天的对手方面太过于强大 他们如果想要赢下比赛的话 估计得背点劲 这里星葵都已经刷完了所有的野怪 星葵的刷野效率是非常高的 大概在一分 如果刷的快的话 大概在一分18秒那样 他有点像蓝啊 对 蓝的话 如果刷双野 确实是能做到1分20秒之内 把所有野怪刷完 星葵的话 他一技能其实也对于野怪有个额外的伤害 这也是他打野的一个优势 嗯 再加上二技能呢 他能够横穿峡谷 节省了很多这个转线的时间 这波小林是感知到了有危险吗 直接把自己闪现交了 嗯 那没到四 到四了 刚刚好 很关键 如果不到四可能就要被留了 对 人形态的力量是没啥位移的 冲过来 星葵上了 有赞点 赞点 给大招 但是呢 我们看到祖卡 包括像不知火火 也比较灵活 看到你 可能要传送下来人了 也都选择先及时的撤腿和拉扯 哎 又一套 交成 哎 尾兽玉 一套爆发火 我抓紧走 这个不能吃 吃到 还得倒 这个吃不到 对 这个慢速球 别小看他 百分之两百的法术强度加成 那这里好像中路 ISG针对对面中路比较多呀 嗯 中路打了好几波呀 一波是 莉迪安 先交了一个闪现撤了 后边的话 两次被追杀 第二次没了 是 这场比赛看一下 ISG啊 能否把这个 小小的优势 给他延续下去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 我们感觉他们的压力过大 而导致他们发挥 没有往常那么的流畅 哎呦 这是莉迪安先手蹲的 蹲草丛先手打了一套 但是对面有两个人 嗯 他确实是想秒掉 不止火舞 但是没能成功 对 但是这一次 队友替他报仇了 是的 然后星奎二技能过来 可以看到安奈特闪现 跟上了自己的大招 但是感觉自己有点难走 二技能再拉开 这个时候菲勒进场 打了一波拆火 哎 救下来了 是的 但这波下路的话 因为史莱姆斯回不了线 这个塔就有点危险了 有点难 这个塔是守不了的 同时可以看到 芽芽呢 也卡在了 这个清线的位置上 不知火舞 想要下去清线的 还会被芽芽干扰一下 不过上路的祖卡 他是多发育了一波 一套爆发上去 有没有机会 星奎一个大招 无法选中 可莉莉安来了 二闪定住一套秒 这样的话 impunity在前期的优势 就慢慢的出现了 这几波都是有星奎在的 嗯 星奎的话刚才也是在镜头 一回来就配合赞念耳 然后替莉莉安报仇 即杀掉了不知火舞 然后在上路首先的过程当中 又是一波千至一千至二 然后让莉莉安过来完成了首歌 确实在整体的一个节奏上 慢慢的偏向了impunity 然后impunity现在在掌握了一些 河道视野和资源的时候呢 选择先开第一套暴君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决策 开完暴君之后 还去摸了一下祖卡的蓝 但不知道这个蓝 是个什么情况 原来一个人这么深 站位但是有被动 对 应该死不掉吧 复身 伤害不够 二技能 极限跳到了提力的身上 那现在只要提力不死 那牙牙就不会死 是的 这个跟咱们的摇摇公主 有一个本质区别 就是她上身之后呢 只要上身的这个人不倒 她是下不来的 除非你主动安而技能下来 是的 这个机制不错啊 挺好的 因为她的盾是有持续时间的 对 很省事 不是一直有 是 他们现在压中 impunity的节奏非常好 这个时候想清线的话 一个技能荡进来 安奈特开启大招 规避掉了星葵的致命伤害 但是活武的短板 大家都清楚的 他没有什么清线能力 导致于现在 这个线啊 很难被清掉 中路一坦还是掉了 好早啊 六分钟之内 看一下组卡的经济啊 其实离星葵 已经对位差了500块钱了 这个经济其实还蛮高的 我感觉ISG得收缩一下阵型 多找找机会抱团了 因为现在你想 他们打破对手的滚节奏的这么一个模式 你只能通过打掉点 而打掉点最好的方式呢 从目前看来 小规模团战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 因为他们的阵容上 其实不比啊 impunity差太多的呀 他也有先手 很强的先手 然后以及这种控制 后续补控以及爆发都有 他也很容易造成 impunity的掉点 只是说 impunity这里有一个容错率 就是赞养了 对然后现在在经济差还没有完全拉开的时候 他们要尽快动手啊 再不动手的话来不及了 你这套阵容是不好守线的 防御塔会掉的很快 如果你不打的话 而且在后面一旦 哎晕住给一套 哎呦 这一下再跟人大哦 安奈他极限较大 对这不较 不较大感觉没 无法选中 那这样的话 impunity的节奏并没有中断 同时呢 ISG还丧失了一些召唤师技能 那这样的话 他们想打这种 拆解节奏的团战的可能性 就不高了 那等于说是 impunity在下落二塔 推完之后 直接转到了中二吧 中二也拿了 没有什么压力啊 这局打得太顺了 impunity 林峰 他星葵的一个热点图 他红buff倒是去的蛮少 在兰buff这里 待了挺久 再把ISG的红区给掌控住 那这样史莱姆斯的一个伤害 和粘刃能力就会下降 现在寄希望于谁呢 在ISG这边 感觉他的祖卡和史莱姆斯 现在都没有发育的特别好 来了 星葵不着急 骗掉了安奈特的大招之后呢 果断选择收缩 打得非常的稳健 看火舞 他打一个赞念 赞念是有治疗的 对 而且赞念感觉发育的不错 发育没有受限 火舞现在一套爆发 很难处理掉他 他应该是想 蹲一个拿红buff的射手 或者是一个星葵 那他现在的经济 3800有点难啊 我们知道火舞的三件套 是回响帽子再加一个法穿 当他出到这三件套的时候 对于一些脆皮才有这种致命的威胁 否则的话 只要召唤师技能在 还是可以跑掉的 而且对面是有赞念 你蹲到其中一个 他赞念传个大过来 你伤害就完全不够了 那这么说来 我想要一击必杀 可能需要四件套 他一个人蹲人是不行的 他得呼叫这个祖卡 跟他一起 打个电话 看祖卡来不来 这波想秒一个吗 哦爆发还差一点 安奈特给出了自己的大招 哦交闪交闪了 史莱姆斯状态也非常好 状态非常不好啊 感觉对方的一个状态不错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提力 他现在是一个几乎满状态 现在可以去尝试着压进了 再把你的野区收一遍 那ISG感觉真的经济方面 被拉开的就有点多了呀 那这个暴君也没有办法争夺 嗯 现在ISG想要破局 他们就必须得一打 这把不能靠着防守兵线 没错的 而且他必须要打起来 但现在有个问题是 他这个团啊谁去开 你让菲勒开 我感觉菲勒现在这装备扛不住 哎呦辛葵先手 一套大残火舞 火舞喝了个治疗 这个提力的大 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碰到 碰不到了 火舞刚才关键按了一个 自己自身的一个治疗啊 他不治疗那一下下的话 刚才这一下提力大招 已经把他收掉了 是的 ISG在等破局点 但是破局点感觉遥遥无期啊 自己的核心C位的装备和经济 都差了对手不少 那现在对于impunity来讲 只要稳稳的把十分钟的双龙拿到手 然后去压高地 这局的胜算就非常高了 没错 现在河道的视野 包括两片野区 都被impunity掌握住 然后在兵线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ISG的这个兵线啊 都是过不了河道的 一套爆发 辛葵再来 飞雷有点难走 慢慢普攻 赞尼尔又保护一下辛葵 交大招 收下了他 那这样的话 赞尼尔现在前面还吃了一套爆发 这个击飞 感觉赞尼尔和火舞的这个 冲击啊不大一样 对吧 赞尼尔冲进来的时候呢 毁天没地 而火舞刚才那一下打过去呢 不通过呀 确实是有人跟伤害啊 这个高地是肯定守不了了 是的 那下落的话 提力带着牙也把冰线运线 想要直接打一波呀 提力伤害好爆炸 是的 那impunity上下都有冰线 先骗掉安奈特的一个大招 那这样直接A掉水晶 就能获胜让我们恭喜 impunity 这场比赛拿下来之后 然后impunity的积分 也是来到了一个六胜三福 那这样的话 impunity他们的晋级的概率 其实就非常非常非常大了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他们可以晋级 其实按照现在这个六分来讲的话 后续除了太过HD 能理论积分达到一个六分 其他的像后边的 好像都达不到了 因为他们的副场都超过了五个 就没有办法超过六分了 现在六分的话 感觉就可以直接晋级了 然后现在呢 前五名已经与后面的六支战队 逐渐地在积分上拉开了分水岭 这场比赛打完之后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选手们的脸上比较的轻松 刚才也有一些庆祝的画面 显而易见 他们对于今天这场的八回 比较的满意 也期待着他们在后面 有更精彩的表现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好的 再次恭喜下来自缅甸的 Impunity拿下这关键的一击分 同时也要宣布 来自马来西亚的Mask Tigers 以及来自缅甸的 Impunity双双晋级到我们的十冠真赛了 对 现在只剩下一个名额了 昨天其实马来西亚 他也没有打 就是稳定了一个六分 但是昨天没有办法宣布的原因 是在于 昨天有很多队伍都能到六分 但目前看下来 你像Islus包括FX 这两支队伍是没有办法到六分了 所以也就宣布 马来西亚他们已经晋级了胜赛 是的 他的六分 已经远远超过了 目前的一个晋级线 然后刚刚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龙哥你对于这个 Impunity之力 有没有谁 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个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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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的话辛葵吧 对 因为辛葵这把 全场他都节奏上来对 就是他很擅长 用自己的二技能进场 然后用自己的大招 来骗对面的关键控制技能 他们前中期的话 其实就是打出了一点优势之后 然后Islus他们就并没有 在正面局跟你接了 把所有的资源都放给你吃 那这样经济就会被拉得很开 但还有一个细节是 Impunity他们在压高 就是只剩下高地没有压的时候 没有着急上高地 他每一波都是稍微跟你换一点血量 然后Up他在干嘛 他一直在耍钱 自己加了也去吃了一干二净 所以在不能压对方高地的同时 他选择了发育 这是非常对的一个选择 对 Up也是之前有阵战过全国大赛 包括K甲的一名选手 然后也曾经是一生的老队友 所以这队友也很擅长打一个设核 MVP给到的是Impunity 打野位置凌风 使用到英雄是辛葵 他的一个经济战比是比较高 都有25% 但是他也吃了该有的经济 做了更多的事情 就打出了辛葵这个英雄的一个特性 前中期爆发高 然后机动性高 就把自己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速 包括我觉得这一场的Impunity 他是把自己下路对线做的是比较强的 虽然可能上路赞尼尔 对到菲勒不太占优势 但是他们是 把自己的战场的核心 放在了下半图 是 但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场比赛 不约而同的赞尼尔家组卡 全部放了出来 这跟今天前面几场比赛不太一样 因为在前面的四场比赛 三场比赛当中 全部都是上了半位的 但是也是拆开来了 就不可能会两个都在一边的 可能左边想好了 他一抢三点 然后右边会拿流光 右边会拿主卡 对 然后他进行一个反抗主 这是上路的这一波 其实第一时间是一个一打二 直接大招进场 有霸体回撤 然后这个时候 小林的莉莉安上去补了一套伤 还收掉了菲勒 对 关键是第一套在进去打他的时候 塔莎又减伤 这场 雾尼尔虽然轮换上场了 但是 还是没有帮助队伍挽回 这关键的一几分 这是最后一波团战 哇 幸亏一波进场 击飞了三个 他其实二技能的时候 转圈落点 有一点像孟奇的大招 莫金华有 但是不太一样的是 他的二技能转圈过程是持续霸体 这个就比孟奇开启的一瞬间霸体 而来的力还多了 容促率也更高 那目前的话 我们积分形式逐渐的明朗了起来 目前已经产生了四支的竞技队伍 但是中间的三分段 还是有很多支队伍 比方说像SG 然后包括海转 目前是一个四分的状态 所以要看看他们后续的 给赛程结果到底如何 现场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绪 把时间交给英凯 好 欢迎来到赛号采访 我是英凯 今天将来见到的是 Megumi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IMP的辅助Megumi 恭喜你拿到今天这张比赛的胜利 并且也是成功晋级了 终于晋级了 刚才晋级的那一刻 跟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呢 比较开心 能进到 比较开心 能进到小组赛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说 回顾这一次 一个选麻赛的阶段 然后包括想到 之前的一些比赛 对于目前 大家的成绩和表现 是满意的吗 不满意吧 本来的期望是 能拿个外卡赛第一名 但是现在 比较不顺利 输了一点多 就要求有点高的 觉得说 前面的一些失利 其实是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那如果说 后面有机会碰到他们的话 会有更多的信息吗 其实 有啊 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那包括我们说 从上一节到这一节 也看到你们 其实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给了你们 很多的热情 有感受到什么变化吗 包括线下观众的接触 没有吧 都是他们的粉丝 我不做完 是谁 大家好像一直在开你们玩笑 我说 我感觉你们一直在对内开玩笑 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比较喜欢开摄像的玩笑 因为他比较逗 他比较有意思是吧 喜欢跟你多聊天 那么想说 对于后面的这个小组赛的一个比赛 其实越来越难打的吗 然后你没有想过 后面的比赛 会是一种什么的状态和期待感吗 应该会打得比现在好 昨天大家也有反省过 就是对内的一些问题什么的 你们真的是姿态放得很低 很低调 明公米今天打得也非常棒 希望你能更加的有资讯 其实会有真的有很多小伙伴 喜欢到你们的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一评论题 今天也是很棒 成功拿下来的晋级 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我们把时间交往给评论席 感觉到他们拿到了晋级 但是好像自己还是有一点恍惚的 可能这个胜利的喜悦 还没有来得及跟自己的队友们 一起去做分享 也再次恭喜一下他们 然后下一场比赛 其实也挺关键的 虽然说TTT目前已经是确认淘汰 但是ST的试贯之旅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场 同时他们如果拿下 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的话 最后还是有希望 可以晋级到我们正赛的 对的 对于ST来讲 就是输了就得淘汰 但赢了的话是有保留 这个晋级的资格的 他们在今天的第一大场比赛当中 也是战胜了Isulus 所以我相信他们今天 应该可以保持个好的状态 昨天又是个两连胜 现在三连胜气势如虹 这个时候就希望天把柴 把这股火烧得更旺一点 就前面想的是设想的 他拿着锦南2W下的那个剧本 对吧 就一路连胜 虽然说场数不多了 但是如果他达到了四分 就可以去期待别的队伍 如果说也是四分 那就有一个循环圈的加赛了 龙哥这个时候 最关键的一场比赛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鼓励你的队友 给他们加油呢 就利用我们队的口号 对 博之无憾 博之无憾 我觉得这一句话 现在非常的适用于他们 再次感谢一下 我们的赞助商们 巅峰峡谷王者作家 上期大众林多艾 无狂车门带飞全场节奏 悬浮是双链 配合锁定胜局 即刻登陆上期大众官网 解锁辣杆新体验 喝东鹏特影 加个能量buff 开始全场 无人能挡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影 下一场比赛 对于两支队伍都至关重要 SDE是他的试惯收官之战 同时也是他们的 晋级关键一战 RTT虽然目前是 淘汰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相信 他们也是希望 这一次在KSC的舞台上 能够留下一些什么的 希望两队都可以继续加油 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精彩的比赛 马上回来